加油 加油 一圍 專上救生一準備來場龍舟拔河競賽 就於龍舟比賽還有兩個月時間 高師大龍舟隊與佳樂福龍舟隊 搶先來到愛河灣培養默契 進行實地演練 主要都是龍舟的訓練上 主要還是人員的配置 因為基本上如果說 在人員配置上面沒有那麼齊的話 那當然團隊默契就會有 出現一些狀況 那整體合力就會沒有那麼好 因為我們龍舟隊是去年 10月才創立的 其實是因為高雄有這麼好的比賽 就地參加 其實學校也很支持 今年6月8號到10號 即將迎來愛河端午龍舟嘉年華 除了重啟夜間賽事 今年高雄市再度寄出 30萬元獎金 在愛河灣進行年度盛會 邀請各界龍舟好手一同公佳勝舉 也希望市民朋友能在端午期間 一起來愛河替高雄隊加油 今天發出的這個 英雄帖 我們希望大家踴躍報名 這個全國的 這個熱愛龍舟的好手 大家都能夠來到高雄 一起當英雄 這是一個傳統的節日 那麼也能夠把這個 傳統的龍舟比賽 融入在我們市民的生活 大家親水愛水 整個高雄市最希望的 能帶動整個高雄市的經濟 去年愛河龍舟嘉年華人潮滿 得到許多迴響 也帶動地方觀光產業 今年高雄再度舉辦龍舟賽事 配合特色景點愛河灣 其他能為端午廉價的期間 注入更多觀光的人潮 人間威士王上一裝組名高雄 採訪報導